住在高雄左营的74岁蔡先生 本身罹患大肠癌 妻子和孩子又离世 命运多喘 常年以减食资源为生 导致居住空间 环境大受影响 甚至发出恶臭 于是里长是费尽心思来沟通 在屋主同意之下 慈一志工组成30人清洁大队 来打扫房屋 也将长期关怀 惊人画面屋子里堆满满 不仅没地方站 连原本家具在哪也分不清 在这刮风下雨天 然后大家来到现场 其实这份心意其实是 这才叫一个大海 前臂散落四处 子宫弯腰减食 你把你保管 你把你保管 也看到他有的还想要保留 我说如果可以大健的 还完整的我们就保留 其他的话 因为身体他也不是很好 就是可能 有我们的子宫师兄师姐 大家来帮他做整理 做整顿 清理了一番 睡觉的弹簧床 终于重见天日 老鼠沉窝 现场更是意味扑鼻 这样的环境 在今年五月太太往生后 更加恶化 人家有打哪吐哪吐 拿到全家庭 这样 虽然蟑螂很多就爬来爬去 也就是散过它就好了 把它的东西赶快清出来 就也没有去在意到那些味道 客服心理障碍 一群人发挥大力量 花了五个小时 墙壁地板刷白刷亮 幻然一新 大力新闻 正三美志工 林千雄 杨慧云 曾泰庄 高雄报导 正宜 在儿子前正在 雄